不管你有多好的项目,多好的想法,没有理论的加持都是无法编线的 这次我要编线的引流渠道,不同于当前的主流大平台 而是普通人更容易上手,规矩没那么多的二线平台,豆瓣 整个豆瓣渠道我一个人用了一天的时间往往跑通 跑通后的成绩最终通过一篇文章,已来五十多人加位 这次我选择的毕业项目是代表生实习面试指导 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是毕业季嘛 找工作的硬件生比较多,所以正好可以利用这一波浪潮来变现 这项目简单来说就是帮助刚毕的大学生解决找工作 或者相当遇到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建议和优化方案 比如简历修改,自我介绍优化,亮点突出,自我包装,面试模拟,辅导等 起初其实有很多亮点足的项目可以跟我选择 但考虑到兄弟们的善良水平是吧 有一些门槛较高的项目呢,你们很难去开展 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看起来不起眼 但利润和后续变现都挺强的项目 兄弟们在看视频的同时,如果有想法也可以自己去画个皮 尝试去做,反正没有什么成本吧 这项目不管你是出入职场的菜鸟还是老鸟都可以做 因为已经成功进入过职场的你非常熟悉这些流程 如果你想优化此项目或者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 再或者你是没有进入职场的学生党 也可以去闲鱼花几万件买一份课 花一天的时间续完后呢就可以完全胜任该项目 群发广告这样的流氓玩法来引流啊 但是我所有的引流口口号中大多都是副业搞钱的口口群 没有带来生找工作这类的群 现在开始加的话一天只能加五个群的情况下 是原来也不来那么多人的,而且流量也不优质 经过对同行的分析和调查后呢 发现市场上做这一块生意的同行真的是把流量玩到一团糟 不是什么灰色渠道购买应件生的简历 就是通过某招聘软件以招聘的噱头来引导应件生交学费去相关技能 这里重点评评一下某些IT评议机构啊 当然我们不能像他们这样玩 多少是有点缺德了 同时我也对抖音、小红书、知乎等平台做了研究和对比 首先这些平台我并不是很了解 虽然相较于豆瓣来说这些平台流量体积大 但是我对豆瓣的了解还是比这些平台了解的要深很多的 如果着急变现杀进一个陌生的平台引流效果肯定是极差的 虽然我对这些平台有些了解 但实操上手和指示了解的差距是非常大的 豆瓣这软件我之前都是以接流的方式去引流 用大部分话来讲就是在人家的话题下发广告评论 但这次的项目只靠评论接流以来的流量是也达不到我们这次的挑战目标的 在研究豆瓣被动引流方案的同时我也看到通行的案例 大部分发的文章几乎半天不到就能爆粉 这样的引流速度也是我选择豆瓣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准备阶段我需要做的工作非常简单 就是大量的注册豆瓣账号 这边我是注册到10个 为什么会注册那么多呢 具体有以下几个原因 因为我现在不太理解这平台的被动引流规则 所以我要用这些账号来测试主题 内容 账号访问机制 和顶帖 测试主题和测试内容非常好理解 每个小组和话题都会有不同的主题 有热门主题的同时也会有冷门主题 所以如何测试多个不同的主题 在这个小组是否有效 是否收到用户喜欢 直接通过不同账号将这些内容发布出来即可 同时如果多个内容存在同一个账号中 豆瓣的内容审核以及投诉的机制 会非常无脑 只要被大量举报 大概率会被封号 所以呢 一旦这个账号被封禁 我们是得不偿失的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测试主题和内容的原因 账号访问机制和顶帖更好理解了 大家都知道所有的开放式内容平台都有封禁机制 这个封禁机制是账号在触发平台违规关键词 或进行多少次违规或不正常的操作 平台会自动封禁的账号 而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机制测试出来 避免正式开展项目后 触发到这个机制导致封禁账号 顶帖的意思呢我就不解释了 又不懂得可以去百度啊 注册完账号后呢就是账号包装 这点其实非常好演示 就是增强你的个人信心度 小组组长的信任度 和用户对你的信任度 如果是乱码的名称 或者是空白的主页 很难通过加入小组的申请 有些用户一看你这个号 明显就是个营销小号 会关注你就不爱了 包装账号的时候注意三点即可 也就是名字头像和简介 但豆瓣这平台吧 还有个书单和片名 我们一起包装一下 搞完之后我们来到第三步 寻找一些流量小组加入 从数据上来看啊 豆瓣的用户用户 再前往这个区间 我们加入的这些豆瓣小组 其实可以看成一个一个的小流量池啊 就和活物群的信任差不多 能够让你的内容得到放映性的曝光 所以这里我们只加入 跟我们项目相关的小组即可 然后通过多篇高质量的内容 吸引小组内成员 转换为我们的私域流量进行变现 由于我本人物品不是很好啊 就接见了几遍同行文章的写法 又经过分析 得出了一下内容输出流程 扯完电话以下目标用户 喜欢哪样的内容 然后对别的内容进行备权总结 然后进行选题拆分为小选题内容后进行输出 我说的好像有点专业啊 说白了就是看看目标用户 喜欢哪些文章 这些文章的标签是什么 然后多找几天整理出来 通过整理的这些文章 在细分文章内的小节点 然后我用自己的表达方式 把这些小节点的内容发出来即可 我的这种内容输出流程 正是当今短视频内容输出的方式 相信我看到这里 可以把这个视频转给你做短视频的朋友 他会感谢你的 内容整理完后 我们开始找流量小组 申请加入并开始发帖 找流量小组 包括发帖 保持热度 以及防止小组组长删帖等 也是有技巧的 由于时间原因呢 这个我们留着下期说